为了让社区长辈可以定期运动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竹山镇富州社区 特别开办弹力带健康课程 让长辈借由弹力带的力量 来增加身体的肌耐力以及柔软度 不但可以调整身体姿势 更可以防止退化 改善长辈平时的生活品质 老师耐心指导正确运动知识 慢慢解释给所有长辈 竹山镇富州市区老人日拖班 这几年来开办相当成功 每一天早上都有各类活动 可让长辈来参加 就是希望可让主流长辈 不断学习快乐过日子 就在19点来 就跳舞啦 运动啦 卫度啦 公告啦 都有啦 吃饭啊 就跳动 不断学习 大家大家都这样 很老家 我们也很好啦 今天上运动 是很好 运动了 全身体夾着用的 对啊 感觉很好就对了 对啊 一周都三天 一天跳舞的 那两天运动的 老师师很好啊 那就来跟人家 我们都很开心啊 很快乐的 每天都很开心啊 我们富洲的老人日子 这几年来 很勇心在办 所以说每一家 在时的9点到11点 这段时间 我都有请了很多老师 来跟这些老人 带老人运动啦 不然就生日啦 或是卫度啦 各种各种的健康处境 活动 我都做这些很多 让这些老人 都生日子 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这次弹力带健康操课程 特别教长辈 如何运用弹力带 来做各种生散 不但可以增加身体肌耐力 以及柔软度 更可以调整驼背 以及各种不良知识 让他们可以保持好的身体状况 维持生活品质 今天的 是弹力健康操活动 弹力带是 我们借由弹力带 来辅助长辈的柔软度 还有加强他的肌耐力 弹力带可以辅助长辈柔软度 就是他们在增强柔软度之后 他们生活会有所改变 机能会增强 还有他们增加他们生活的活动度 还有可以改善肌肉弹性 关节活动的活动度 还有调整他们不良知识 其实调整不良知识 是很好的辅寂的东西 还有重点是可以改善他们生活品质 放松等 调一带的张力 就好像一个人的 在帮你伸展 比起一个人自己在拉 更加感觉会更好 也可以做到 徒手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就有调一带来帮助 拉到不能拉到的点这样子 那不同的阻力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今天阿嬷做的是 他是轻度的调一带给他们 因为年纪大了就是 找那个比较轻度的调一带 他阻力比较轻 然后调一带 它是不受限制的 他通常是在家庭户外都可以带着走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器材这样子 调一带是一种相当方便 随时就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器材 因此藉由老师的教学 可让长辈随时都可以做运动 用这种方式做到最好保健 也能够让长辈在家中 也能够自我训练 不仅可以消除肌肉方面的痠痛 也能够让长辈的筋骨更为灵活